夜间,卫无线仍是在莲花屋住下 他不想回近视,近视里都是狼望鸡的味道 看不到人,闻着那味道,实在是更加令人抓狂 不若在这莲花屋中,开着窗,吹着些清风,更利于安神 可是今夜,他却怎样都安不了神了 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刚刚朦胧睡去,却又仿佛觉着有个身影在床边 蓝帐,魏无线挣扎着醒来,却哪里有人意 魏无线无奈地望向窗外,淡淡月光下,除了在清风中摇曳的荷花 更有何人,何物 魏无线自我嘲笑了一下 江叔说的没错,蓝湛蓝湛,整天都是蓝湛 魏无线,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少则三日便回 嗯,明日便已是第三日了 蓝湛有可能要回来了 想到这,魏无线不禁笑了一下,便闭上眼睛,再次睡去 醒来时,天已大白 想到蓝湛鸡今日有可能回来 魏无线便觉得神清气爽了很多 午后,温宁又在下膛把呕 魏无线便带着绵面,站在林郎上看着 有只青蛙呱的一声,跳到温宁弯着的背上 引得两人哈哈大笑 正在有趣,胡听到两声 魏前辈 回过头去,可不正是思追和锦衣吗 他们夜里归来,要回云深不知处 却先绕道来看向魏无线 魏无线转过身来,起道 思追,锦衣,你们回来了,韩光军呢 韩光军?韩光军昨日便回来了呀 魏前辈,你没看到他吗 锦衣奇道 昨日便回来了 魏无线呆呆地问道 对呀,昨日,我们便已经收拾好邪碎 韩光军惯念前辈,便先回来了 留我们在那里 晚上再观察一晚 韩光军当时昨日下午已到了 思追也道 昨日下午 魏无线喃喃道 昨日下午,聂怀僧来了 必是被蓝炸看到了 魏无线脑中轰的一响 他没有跟着去夜列 然后聂怀僧又来了 他可以解释是意外 但是,蓝旺鸡肯听吗 这个意外又是何其的巧合 魏无线摇摇头 蓝锦衣关心道道 魏前辈,你没事吧 对于蓝旺鸡为何回来 并没有来找魏无线 思追和锦衣也是甚微不解 不过好像他们去夜列之前 蓝旺鸡和魏无线之间 就有些不对劲 两人身为担忧 思追便道 魏前辈 不若你现在跟我们一起 回云深不知处吧 魏无线正在答应 温宁便唤了一声 公子 魏无线方想起 还未吃药 便道 你们先上去 我随后便回来 思追和锦衣 方茫茫辞了去 据是满腹的疑虑 魏无线心中有事 催着温宁拿了药来喝过 便匆匆向山上行去 越快行进近时 越是脚步沉重 魏无线实在想不出 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 以蓝旺鸡的聪明 撒谎是没用的 根本瞒不住他 可是要说实话吗 要过诉他 不去业劣的真实原因吗 魏无线如今却是不敢 毕竟 当日偷换零食之前 蓝旺鸡是宁愿 要葬了魏无线的身躯 也不愿他去涉险的 他要岂能容这个 会在魏无线体内日渐长大 吸食他的养分 甚至可能会危害到 他生命的存在呢 如果蓝旺鸡执意不同意 要用灵力化了他 也是极有可能的 但这是他魏无线 与韩光君的孩子 是事上独一无二的 魏无线早已凝住深情 他一定要尽力保住他 让他 替他扮韩光君一生 心乱如麻 明知心爱之人 竟在咫尺 却又似 不敢起急 终于 魏无线推开了近视的门 淡黄灯下 白衣如雪 冷若冰霜 蓝战 魏无线低声唤道 狼王级没有抬头 也没有应答 仍是盯着手中的书 像是出石之石 那副巨人千里的神情 狼王级的冷 令人不敢靠近 除了魏无线 魏无线走了过去 在他身旁坐下 轻轻 靠在他的肩上 蓝战 你昨日便回来了吗 你为何不去找我 你是不是 魏无线艰难地说了几句 见蓝王级仍是不理 便停住 不再往下说了 他忽然想起 昨晚半夜的时候 那身边有人的感觉 必不是错觉 心里非常难受 内海桑 我并不知道他会来 没有回答 停了停 魏无线又低声道 蓝战 对不起 对不起 除了这句 还有别的话说吗 当真是没有了 无从说起 魏无线觉得好累 两晚都没睡好 现在有蓝王级在旁 他的倦意 一下子泥满上来 便顺着他的身子 轻轻滑下去 将头枕在他的腿上 双手还在他的腰间 蓝王级虽是不理他 却也并不抗拒 他的亲近 魏无线向里靠了靠 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 安安稳稳地 毅然 一下子便睡着了 蓝王级等了半晌 却不见这人在说话 低下头去 发现他已睡着 轻轻拂开脸上的乱发 看着那张俊秀 而又亲切的脸 再也不愿移开眼 便是想生气 也气不起来了 第二日早晨 魏无线醒来 在床上 蓝王级早已是 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案旁 在披着小辈们的 夜泪笔记了 仿佛他这一晚上 便没有动过 魏无线当然知道 自己是怎样到床上的 睡得好 精神变好 心情也好 昨晚 心中机智的乌云 一下都散了 蓝战 蓝王级闻声望他 本带在矜持下 对上他那双 笑意脸艳的眼 却又无法拒绝 总是放下了身段 走了过来 魏无线便拉他坐下 轻轻靠在他身上 软着声道 蓝战 二哥哥 都是我错 不生气了 好不好 蓝王级不答 魏无线又抬手 搬住那张俊脸 凑过去 笑眯眯道 二哥哥 告诉我 你不生气了 可好 说必 用手轻轻捏着 他的嘴角 向上提 形成了一个可爱的 向上翘着的样子 一抹笑意 便不知不觉地 在蓝王级脸上 晾开了 二哥哥 你笑了 笑了便是不生气了 魏无线一脸得意 聂怀僧 蓝王级听声道 他仍是忘不了 前日下午 他兴冲冲地回来 却见到 那令他愤怒的一幕 二哥哥 你信我 我真的绝对没有想到 他会来 我更不想见到他 魏无线直视着 蓝王级的眼 无比真诚地道 二哥哥 这世上的人 有哪一个 能及得上你封毫的 我何其有幸 能与你在一起 二哥哥 我此生有你 便是足够了 蓝王级 还是不动声色 只是 睁大双眼 静静地望着他 那眼神清澈 而又深邃 令人迷醉 魏无线又不管不顾了 举起三指便道 二哥哥 我发誓 我如果 话问说完 便被蓝王级堵住了嘴 我信你 我也不愿再怪你 下次 若再有人来招惹你 只能由我把他打跑了 蓝王级心道 两久 魏无线抬起头来 手指穿过蓝王级 那已有些凌乱的头发 慢慢梳理着 轻笑道 蓝湛 你好狠心啊 前天明明回来了 却不去见我 害我整夜担心 不过 说实话 你半夜里 是不是偷偷的 蓝王级不答 江头 埋在他的发间 轻轻磨缩 心中 也在懊悔 自己当时 怎么那么蠢 白白生了一晚上的气 浪费了 一晚上的时间 明明知道 自己永远 也斗不过他的 想了想 又无声地笑了 魏无线又问 蓝湛 你今日可有何事 蓝王级笑道 不是 那太好了 魏无线醒道 那我们一起去厚商玩 我好久没喂过小苹果了 只怕他认不得我了 好 蓝王级答 又问 你不想去莲花屋 不想 魏无线侧着头笑道 人太多 我只想跟你一人在一起 蓝王级便也笑了 两人便起身 收拾了一下 用了早餐 又揣了些食物在身上 携手便向后山走去 驢子还是那只驢子 看到魏无线过去 翻了个白眼 蹄子焦躁地 扒了扒脚下的草地 色是怪他 久未来看他 魏无线便递了苹果给他 兔子却又好似增加了一些 毛茸茸地 一团一团 在那草地上 跳来跳去 魏无线在一棵树荫下 将兔子拨开鞋 拉蓝王鸡在草地上坐下 轻轻依偎着 便感叹道 蓝战 为何在山下那么多人 可你不在 我便觉得很孤单 而这会儿 明明便只有我俩一起 我且觉得很满足 觉得再来一个人便是多余了 狼望鸡不答 寒笑望着他 心道 我也是 两人就这样相互依偎着 坐在树下 云淡风轻 蓝天白云 但觉天长地久 不胜美好 正在惬意间 却听到有脚步声 是丝锥 梦现坐直了身子 叫道 丝砖 是你吗 丝锥便走近了 略有些局促地 向了人行了礼 魏无羡便问道 丝锥 你有何事 找我 还是找韩光君啊 丝锥连一红 他本不愿 在此时来打扰的 可是又无法 只得硬着头皮道 喂前辈 温叔叔叫我跟你说 请你下山一趟 温宁和丝锥之间 自有他们温氏特殊的传话方式 温宁 魏无羡想起来 今日还没吃药 温宁想必是担心了 蓝湛 那我先下去一会儿 厮守一阵 魏无羡便站起身来 向蓝望鸡道 我陪你 蓝望鸡也欲站起来 不用不用 魏无羡忙按住他 蓝湛 你就在此处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收臂 留下愕然的蓝望鸡 与蓝丝锥 转身跑向 梁花屋所在方向 一个飞纵 便跃了下去 温宁 早是迎了出来 喜道 公子 你总算来了 我今日 还要与你施针呢 魏无羡便道 温宁 那快些吧 蓝湛还在等我 一面说 一面走入房中坐下 晚起衣袖 温宁便蹲下身 开始与他施针 绵绵端药来 笑道 公子 你若再不来 药可就冷了 可把温公子 与我急坏了 魏无羡便笑道 绵绵 拜托 药那么苦 你也不准备点糖给我 喝不下呀 绵绵一笑 公子还是孩子脾性 快喝了吧 我便去给你找糖来 说必 见魏无羡一手挽袖 一手再扎针 有些不方便 便将那药碗 凑到魏无羡的嘴边 魏无羡装嘴欲影 忽见门口一道白影 两道冷冷的目光 如寒冰般射回来 却不正是狼忘记 魏无羡顿时 惊得连药 也忘记喝了